这些魔女女工人还理解不了 那但是就经常发生了 最近魔独又出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大家又都在这个事情上面投放目光 说的是上海的第一复印保健院 有一个西院 在这个古色古香或者具有欧式风格的房子当中 开办了一个咖啡馆 那这个咖啡馆当然是面向公众的了 但是它又在医院里面 所以呢造成一些矛盾 这个矛盾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网红蜂拥而来 这个网红们在这里打卡拍照 这个风景是挺好的 但是这些拍照的行为影响了 来第一复印保健院 看病的或者说过来养病的人生活 所以很多病友呢 也说哎呀 只能说无法理解啊 已经出院了吗 也就不管 但是确实实实这么多网红 带来的是有一阵的喧嚣啊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院方的一个说法呢 还是应该接受 片方说要要这个管理 要对这些商拍行为进行管 这就跟那个圆明圆 录内圆出现的事情也 如果你是商业拍摄 肯定得制止 如果只是自己过来喝杯咖啡 同时呢 请朋友打个卡 拍个照 觉得都是可以原谅的 是正常的 毕竟是公共厂了 但是确实魔都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为什么你们就只盯着第一复印呢 就只盯着医院呢 跑医院里面去拍这样的照片 你再好的咖啡馆 它也是在医院里 如果你不安静 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好的 自己拍出来的照片 你也会觉得它很好吗 很有味道吗